观众两院在激烈的政治大战后 谁赢谁输引发讨论 美国将于明年在耶鲁撒冷设立大使馆 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汽车造成大车祸 川普政府将对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板 征收保障型关税 韩国女团Tiara对原经纪公司申请组合名称 提出疑议 伦敦警方对凯文史派西展开新的调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USK温新闻 我是主持人艾比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新闻内容 美国总统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法案 联邦政府结束三天关门 今天全面重开 昨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重新投票 以81比18票通过了短期开支法案 联邦政府将重新运作到2月8日 在这之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来自腾卡基州的共和党人米奇·麦康诺 向民主党人承诺就梦想生提议进行继续协商 虽然仍有部分民主党议员质疑麦康诺的可靠性 但数十名民主党议员在商榷后决定投下同意票 总部在加州的支持人道移民权力联盟发表声明说 本届国会需要有爱心和脊梁股 民主党人需要培养一些勇气并信守诺言 民主党领导层选择再等一次 迟迟不对线他们对拉美意 移民社区和全美国做出的承诺 这实在是个耻辱 白宫发言人Sara·桑德斯宣读了川普总统的声明 我很高兴 国会的民主党人如今终于清醒了 同意为我们伟大的军队 为边防巡逻 为急救人员和弱势儿童保险项目拨款 正如我一直所说 政府一旦获得拨款 我领导的行政当局将致力于解决不公平的非法移民问题 我们将在移民问题达成长期性的协议 但前提一定是对我们国家有利的 参政两院在激烈的政治大战后 使得政府得以继续开门三周 这场战役中到底谁赢谁输引发讨论 面临政府关门局面 在两党热烈讨论投票后 参院民主党及议员通过短期支出法案 以换取参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麦康诺 对处理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的特赦计划承诺 政府才得以重新开门 在这场政治战役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认为 最大赢家是能取消无薪假 回去上班的联邦政府职员 以及终于看到政府卖力工作的美国民众 但是也有人认为 适用达卡法案的梦想生 才是左右政府在此关门的关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 共和党领袖麦康诺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拉汉姆 今年竞选连任的民主党议员 以及温和党派参议员是实质赢家 因为麦康诺22日仍未答应民主党 一定让达卡付诸表决 只再度重申有意讨论达卡 其他一些人则是促成这件事情的中间人 理论不会被选民怪罪 能磋商成功就是赢了 而输家则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因其先前态度强硬 坚持短期开支法案需有附带条件 但是现在除了梦想生问题 得到口头承诺外一无所获 最终输赢我们不需讨论 只要政府可以在这三个星期内 重新审视各项法案 为民众谋福祉才是大家喜闻乐见 美国副总统彭斯22日向以色列议会表示 美国将于明年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 彭斯在对中东三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 告知以色列议会 美国总统川普将兑现他所做的 将大使馆签出特拉维夫的承诺 彭斯表示 川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周 推进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大使馆的计划 该使馆将在明年年底前开访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承认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并称将把美国大使馆搬到那里 川普的这一声明让巴勒斯坦感到失望 并激怒了整个地区的阿拉伯国家 彭斯的演讲一开始就被 以色列阿拉伯议会成员短暂打断 他们举着写有阿拉伯语和英语的抗议标语 上面写着 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首都 但他们最后遭到引作员们的驱逐 面对这一争吵 彭斯微笑着回应称 我非常谦卑地站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之前 尽管遭到巴勒斯坦的回避 但川普政府表示 其仍然致力于帮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为达成和平协议进行谈判 这些谈判已经停滞了近四年时间 在回应彭斯的讲话时 巴勒斯坦民主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鲁戴娜称 如果美国想在和平进程中扮演一个调节人的角色 那么必须是一个公平的调节人 必须遵守国际决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与阿拉伯议会议长苏莱米举行会谈 张德江说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友谊渊远流长 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双方政治上相互尊重 经济上互利合作 文化上交流互建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2016年1月 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阿蒙总部 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 共同实施促进稳定 创新合作 产能对接 增进友好四大行动 揭开了中阿关系的新篇章 中方愿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努力 推动中阿传统友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张德江说 议长先生此访是中国全国人大与阿拉伯议会的首次正式交往 对于丰富中阿关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 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 为促进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深入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苏莱米说 阿中友好有着悠久的历史 近年来双方战略互信日益巩固 互利合作不断加强 阿拉伯国家赞赏中方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 赞同并积极响应中方 为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的四点主张 阿拉伯议会愿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 积极推动阿中政治 经济 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深入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政治新闻内容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肯塔基州发生校园枪击案 至少一死多伤 美国东南部的肯塔基州官员说 当地一所高中今天早上发生枪击案 至少一人被打死多人受伤 州长马特·贝文和周景在推特上证实 肯塔基西部的本顿镇马歇尔郡高中发生了枪击事件 开枪者已被抓捕 很多详情还有待了解 州长还发表声明表示 真是难以置信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小的 紧密地向马歇尔郡的小社区里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让我们心碎 肯塔基州警说 警方在了解更多信息后会对外公布 出师的高中负责人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澳克兰河马一架石油天然气钻井爆炸并燃起大火 17人撤出5人失踪 据报道 事发于澳克兰厚马州东南部匹兹堡县 距离阿肯瑟州界约70里的昆顿镇 在当地时间早上8時45分 一座油井突然发生爆炸后随即起火 烧至火光雄雄和冒出大量浓烟 匹兹堡县警长莫里斯表示 事发时有22名工人在现场工作 其中17名工人获救仍有5人下落不明 匹兹堡县应急管理人员恩洛表示 获救工人中一人被大火烧伤 救护人员在现场为他处理伤势 没有人需要送院治理 恩洛表示 紧急救护人员在接报后随即赶到现场 现场所有东西都在燃烧并传出多次爆炸 到了下午油井顶部仍然在燃烧 幸好火势已经受控 但由于洒水或以化学物来扑灭火势 会造成环境污染 所以只能任由火势燃烧 紧急救援队伍与油井操作公司合作 暂时将油井封闭 在大火燃烧了数小时后 油井的金属主结构倒塌 现场更泄露一氧化二氮气体 出事油井属于红山操作公司 并由帕特森UTI能源公司负责开发 暂时未知事发时工人正在钻炭石油或天然气 帕特森UTI能源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暂时未能确定油井起火原因 声明指出 我们接获报告指部分员工及其他人 目前仍然下落不明 首要事项是我们员工的安全及任何其他人可能受到影响 我们已启动紧急应变机制 并在现场与紧急救援人员及当局全面配合 阿拉斯加外海发生强震 没有海啸风险 但是西太平洋地区多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23日测定 阿拉斯加州科迪亚克岛东南280公里处海域 当天凌晨发生7.9级地震 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目前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取消海啸预警 就在几个小时前5000多公里以外的日本 一处山区滑雪度假地附近的火山爆发 导致一名日本士兵死亡另有几人受伤 在菲律宾 当局在最活跃的马荣火山 连续数天活动加剧后提高了警戒等级 星期二 距马尼拉300多公里 高2642米的马荣山火山口 喷出的岩浆高达700米 此前升入空中的火山灰 星期二高达3公里 昨日 印尼首都雅加达写字楼内的员工 在六级地震震撼高层办公大楼时 慌忙跑到街上 美国地质调查局说 这次地震震中位于西部 爪哇岛沿海约43公里处 但是印尼紧急事务官员没有发出海啸警报 日本 菲律宾和印尼均位于所谓的火山带沿线 那里是地震和火山活动 亦发的太平洋地质断裂带 阿拉斯加地震中心的地震学家 迈克韦斯特对美国之音说 星期二袭击美国太平洋州的地震 与亚太三个地方的地震活动无关 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汽车造成一死四伤大车祸 210东向关闭 22日下班的晚高峰期 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汽车造成重大车祸 210高速公路位于克莱蒙特地区东行车道全部关闭 据报道 22日下午3025分 一名女子在圣伯纳丁诺高地大街700号偷了一辆车 当时车后座还有一名两岁的儿童 女司机随后将儿童放在路边后 便将汽车逆响开上了210高速路 下午3040分左右 加州公路巡警开始接到许多司机的报警 一名举报人对警方表示 该司机在高速公路上原地转圈 并故意撞上其他司机 还有目击者表示 该司机以每小时超过100英里的速度行驶 导致多车相撞 加州公路巡警发言人指出 包括嫌犯在内的多位司机受伤 一架直升机降落在高速路附近 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 女司机身份尚未公布 但她目前面临鲁莽驾驶 汽车盗窃及造成其他驾车者受伤或死亡的指控 直至22日晚5点30分左右 210高速公路靠近克莱蒙特地区的东行车道仍旧关闭 加州公路巡警表示 关闭持续至晚间实施 川普政府表示 将对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板 征收保障性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 罗伯特·莱特希泽当地时间周一宣布 将对进口太阳能板征收30%的关税 此外将对大型家用洗衣机 征收20%起的关税 当天的决定依据是 《美国1974年贸易法》 第201条 因此也被称为 《201调查》或 《全球保障措施调查》 该条款规定 当某种商品进口数量激增 给美国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 美国总统可以通过 做关税、配额等措施来限制进口 保护本国产业 萊特希泽在声明中称 总统的举动在此明确 川普政府将会一直捍卫美国工人、农民、农场主的利益 以及这些方面的商业活动 报道称 中国是美国太阳能板的首要进口大国 但此举也可能会是美国损失相关工作岗位 不过美国大部分与太阳能板有关的工作是安装 而不是生产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 总体来说 美国太阳能产业约提供26万个工作岗位 自2015年以来增长了24% 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此前警告称 征收关税的举动或将使4.8万至6.3万美国太阳能产业工人 今年失去工作 在针对洗衣机的关税方面 韩国和墨西哥或将承受最大损失 两国都对美国出口大量洗衣机 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巨头三星和LG公司旗下的产品 据报道 对于美国进口的前120万台洗衣机 关税将是20% 随后将提高至50% 有啤酒之王称号的百威排名第四 或已不适合年轻人口味 有啤酒之王称号的百威啤酒 在这次的美国畅销啤酒品牌排行中 已被挤出前三名排名第四 这也许反映了时代的改变 根据最新年度排名 百威啤酒在2017年美国销售排名中居第四名 原本第三名的地位已被梅乐蛋皮所取代 这是自1970年追踪相关数据以来 百威首次未挤进前三名 在2001年之前 百威一直是美国最畅销啤酒品牌第一名 但2011年冠军宝座让位给同旗下的百威蛋皮 总体来看去年美国啤酒销售稍微下降 反映出了年轻一代对啤酒的兴趣不像长辈浓厚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股价 优价 还有明日天气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以上就是今天的政治社会新闻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关注有娱乐主持人金明华 给大家带来的娱乐新闻 观众们大家好欢迎回来 我是娱乐节目主持人金明华 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USKN娱乐新闻 韩国女团TIARA4名成员对原竞技公司 申请组合名称的商标权仪式提出了异议 TIARA的原竞技公司NBK娱乐 在于TIARA的合位期满3天前 申请了对TIARA组合名称的商标权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 如果NBK娱乐公司的申请获批 TIARA成员们在今后10年 若不向原竞技公司支付相关费用 将无法使用TIARA这一名称 TIARA成员们此前曾表示 希望通过协商与议员经纪公司解决此事 而在今天他们宣布已于17日 向相关政府部门提交资料 说明对NBK娱乐公司使用商标的意义 TIARA的法律代表人表示 如果NBK娱乐公司对TIARA名称的商标使用权 最终还是获得通过 TIARA4名成员将在商标权公式期内 再次提出意义申请 歌手李宣美新曲主人公被指示草席作品 对此作曲家Teddy公开否认 19日 作曲家Teddy的所属社The Black Libre方面 通过官方资料表示 宣美的新曲主人公100%是原创 并且从未参考过引发争议的那首歌曲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据悉 主人公这首作品至过去的18日发布后 部分网友表示 该新曲的旋律及MV概念 于英国歌手Shell Cole 在2009年发布的歌曲 《Fight for This Love》极为相识 引发了极大的热议 此外 截至今日上午韩国时间10时 主人公包揽了Mnet、OLED、Naver Music等七大英联榜 10时排名第一位 香港女星赵雅芝26年过去 脸上完全没有岁月痕迹 连身材都保养得意 立刻成为目光焦点 香港女星赵雅芝在1992年演了电视剧 《新白娘子传奇》 饰演的白树真形象鲜明 至今仍被视为经典 她最近和老公黄锦生一起出游 在微博上传夫妻俩的机场照 26年过去 脸上完全没有岁月痕迹 连身材都保养得意 立刻成为目光焦点 赵雅芝当时与老公黄锦生十指请扣 夫妻俩定肩而行 浑身上下心味十足 引起不少路人驻足观望 照片中更令人吃惊的是 赵雅芝白皙脸蛋上 几乎看不到一丝岁月痕迹 让许多网友看了直呼 不管相信照片中的她 已经63岁 她把照片公开后 不少人都在留言中直呼女神 也有人急着询问保养秘方 还有人开玩笑表示 你们夫妻俩看起来像妇女 赵雅芝1970年和郑少秋合作 触留相后 新途大开 1980年演了《上海滩》 演艺视野一飞冲天 让她红遍两岸 1984年赵雅芝和黄锦生结婚 随后着剑淡出娱乐圈 而由于1992年演的白娘子太过经典 至今仍有许多忠实粉丝 神腾姐姐神娜破神腾妻子有矛盾传闻 回应称 岂要当爹了 近日 有传闻神腾和妻子亡其闹矛盾 微博互相取关 1月18日 有网友在神腾姐姐神娜微博下 询问两人关系 神娜回应称 神腾要当爹了 怎么会 大方地承认弟媳已经怀孕 据悉 神腾老婆是一名 出生于四川省志工市的一名演员 曾参演过抗日战争剧《铁道游击队》 武装武侠剧《马明峰萧萧》等 神腾与王琦同为 艺术学院戏剧表演专业同学 并因一次排练相师 神腾和老婆王琦恋爱12年 并且在2016年宣布结婚 此次网友得知神腾即将当爹的消息 纷纷为他祝贺 伦敦警方对凯文史派西展开了新的调查 19日 伦敦警方对凯文史派西展开了新的调查 这是他们进行的第三期 针对史派西涉嫌性侵案的调查 伦敦警务处总部的最新声明表示 12月13日我们收到了一项指控 控诉一个男人2005年在威斯明斯特性侵了一名男子 儿童虐待和性犯罪指挥部的官员 已经对此展开调查 声明并未直接说出史派西的名字 但证实和此前两起控诉有关 目前未透露进一步消息 此前伦敦警方对史派西展开了两起调查 两位指控者分别表示 他们在2005年和2008年遭到史派西性侵 史派西2004-2015年在伦敦的劳伟克剧院担任艺术总监 去年11月该剧院反映收到了20起 对其不正当行为的投诉 有媒体报道 米歇尔·威廉姆斯 与50岁的纽约金农家 Andrew Eumanns订婚 在不久前的金球奖上 威廉姆斯手上带的新型转戒引起人们注意 他只是将其称为漂亮的珠宝 而月初他带着12岁女儿Mathilda同Eumanns 一起在海边度假时也戴着戒指 2008年西斯莱杰去世后 威廉姆斯专注抚养当时只有2岁的女儿 内部人士表示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失去西式的伤痛中恢复过来 近年来 威廉姆斯的私生活非常低调 与斯拜克·琼斯 杰森·杰森·杜格尔 乔纳森·萨弗兰福尔发展过恋情 去年7月 威廉姆斯在罗马拍摄金钱世界时 首次被人拍到 与Yumans在一起 黎巴嫩总理介入推翻了对电影《华盛顿邮报》的禁令 使该片得以获得发行权 近日 黎巴嫩总理介入推翻了对该电影的禁令 使该片得以获得发行权 这也是该国第一次推翻电影禁令 据报道 此前这部影片被转移到审查委员会 该委员会向内政部长建议 此片应被禁止上映 引用了一份《敌制以色列》的清单 其中包括斯皮尔伯格获得奥斯卡的 清得了名单 而去年的神奇女侠 因为主演盖尔加多 曾在以色列军队服役被禁 也同样被禁 然而黎巴嫩总理哈里里水后介入 要求部长否决和逆转该委员会的建议 批准该片上映 举当地一位倡导自由言论的人士透露 此次黎巴嫩的解除禁令 是前所未有的举措 并且认为 这将是黎巴嫩对言论自由开放的一个开始 查理汉纳姆 比利包勃松顿 卡拉朱里将加盟新片百万碎片 据报道 查理汉纳姆 比利包勃松顿 卡拉朱里将加盟新片百万碎片 该片由亚伦·泰勒·约翰逊主演 他的妻子萨姆泰勒·约翰逊指导 并将于1月25日开拍 该剧改编自《同名畅销书》 讲述一个疯狂绝望 仿佛能看到他的颤抖和挣扎的吸毒引君子的故事 初中队挣扎在吸毒、酗酒、犯罪中的人 绝望的人的展现和剖析让人震撼 松顿将誓言神秘的硬汉Lenard 他是James加入康复中心的一位首富天使型人物 Julie失言爱上了Dreams 而同样沉迷于吸毒的女主角 汉纳姆将出演Dreams的哥哥 搭档杰西卡查斯坦和奥克塔维亚·斯宾瑟 将再次合作 主演一部假日喜剧片 目前未定名 据媒体报道 相助搭档杰西卡查斯坦和奥克塔维亚·斯宾瑟 将再次合作 主演一部假日喜剧片 目前未定名 据悉 查斯坦和执行制片人 Kelly Carmichael 创作了初考后 有《惊天魔道团2》编剧 Peter Chiarelli完成了剧本 该剧讲述两个为了回家过圣诞节的女人 在路上展开争斗的故事 风格十分类似 落难见真情 另外 查斯坦自己的制片公司 Blanko Films将联合Maven Pictures 共同制作该片 并由科迈扣 瑟琳瑟 和Chudy Styler担任制片人 以上是USKN娱乐新闻 我是娱乐节目主持人金明华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联合 guests Shaun